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就講講關於本港的最新消息 話說彭博社在昨天訪問了紫荊黨的聯合創始人王秋子 他在訪問當中提及到 說紫荊黨是有意支持一些願意參選行政長官的人 似乎他們的中短期目標就是劍指行政長官選舉 另外HK01也引述了消息指出 說中聯版將會是大換班 有一半的崗位將會出現人事變動 而替補的人當中有很多都是不懂廣東話的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講了彭博社那篇訪問 受訪的那位就是紫荊黨的創始人之一 叫做王秋子 他就說雖然紫荊黨的規模還是很小 但是紫荊黨就已經是諮詢過特區政府 中聯版 和中國相關辦公室官員的意見 他還說雖然紫荊黨從來沒有提出正式的要求 要得到這些中國政府機關的支持 但是他們就認為 中國政府沒有理由是不想去支持他們 他還補充說 紫荊黨的目的 是支持那些想做行政長官的人站出來參選 而紫荊黨就沒有為9月的立法會選舉作好準備 記者就問到他 到底紫荊黨的主席李珊會不會參選行政長官 黃秋智就說 只有在必須和被要求的情況下 李珊才會對香港的下一任領導人感到興趣 以上就是黃秋智所講述 有關紫荊黨的中短期目標 其實也是印證得到 很多建制中人根本上的估算是錯了 其中一個就是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他到現在接受彭博訪問的時候都說 商界就不會把資源投放給沒有政治影響力的新政黨 紫荊黨在香港的立法會或者區一級的議會 贏得議席的可能性就很小 他根本上搞錯了紫荊黨的終極目標 就算是民建聯的葉國謙也好 曾玉成主席也好 他們對於紫荊黨的目標也是搞錯了 一尾就猛說人家 參加直選贏的機會很低 人家這個就叫做大雞不吃小米 一是就不選 一選就要劍指行政長官 這些就是那個野心 一是不做一是要做大的 你還參加區議會 大哥這班人全部都是專業人士 全部都是大粒東西 全部都是海龜 是有不上收入的 是有不上學歷的 不是貿易和仇 怎會去參選區議會 根本上看不上眼 沒有眼 所以葉劉的判斷真的很頑皮 也可以說他是目光如斗 一味就說商界不會投放資源 給他搞這個 沒有影響力的政黨 為什麼商界投放資源 紫荊黨這班人本身就已經是來自商界了 而且他需要什麼資源 他都不搞地區工作了 他不選立法會 相信也不會選區議會 一來就是挑戰這個大位 當然不是說李山本人去做的 我相信他們說 要支持一些人去選 未必是他黨主席自己去的 有個其實都已經是呼之欲出的 不知道他會不會拍板去選 那個就是李小嘉 李小嘉跟紫荊黨那班人的背景都是很匹配的 又是港票人士 又是有分不上學歷的專業人士 是差在不知道是否同一路人馬 如果是的話 相信都會一拍即刻 至於紫荊黨 其實他們 還有很多偉大的藍圖 我們姑且又去看看他說什麼 王秋智 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議 包括了什麼 就是認為一國兩制 就應該再延長多50年 這件事就已經是夠了前瞻性 而是現有所有建制派的政黨 都是不敢去提及的東西 那些建制派政黨 都是收命令 對於2047之後的願景是怎樣呢 就沒有提及過 現在紫荊黨就說了 就說一國兩制要再延長10年 當然這個一國兩制就是大陸眼中的一國兩制 就不是民主派人士眼中的那隻 但是起碼來說 他是說了2047之後應該怎樣做 而是所有建制派政黨都不敢說 或者是不去涉及這些東西 當沒有出現一樣 遲早要面對 當然 遲早要面對那一刻 上邊說什麼 下那班建制派就說什麼 另外他們用倡議 就說年輕人應該要更加了解大陸 學習普通話 並且就要在大陸工作 而香港就應該利用大灣區的計劃 將港澳心連接起來 以及香港是應該實施大陸認可的普選方案 那他們這一系列的政策建議 明顯地都是拿來迎合勝意的 很明顯就是為大陸而說 為大陸來都去明羅開道 好啦 跟著下去他們又提到 說高樓價影響著每一個人 增加了生活的成本 使得香港的競爭力就越來越弱 紫荊黨就呼籲一個大膽的解決方案 包括了就是土地和海濱的開墾 農地更改用途 跟深圳和珠海市聯合開發土地 以及就是改造 現有四成面積的郊野公園 這些東西其實 有些以前梁振英都提過 比如就是要發展郊野公園 不過當時那個輿論阻力太大 就沒有再提 但是紫荊黨這個所謂大膽的解決方案 如果真是落實起來的時候 就會對於 那些所謂地產霸權的 利益就帶來很大的衝擊 因為你說除了農地更改用途之外 有些地產商就會團積了很多農地 但是其他的幾項 完全就是會 大舉地增加了香港的土地儲備 可開發的土地 所以對於那些地產商所團積的農地的價值 就會帶來很大的衝擊 當然 不知道現在的紫荊黨是不是這麼厲害 如果他真是推舉到一個人去選特首的時候 如果他真是落實這些東西 就會完全改變了香港的利益格局 接著就看看HK01的消息 他們說中聯版正面臨大換班 他們綜合了各方的消息 中聯版內部就出現了海嘯式的大規模人員輪替 有傳 現有中聯版480人的人員編制當中 有一半崗位將會出現人事變黨 規模之大就屬於歷來罕見 換了一半的人 換什麼人過來 根據消息人士所說 今次換班潮當中 有很多人以往都未來過香港工作 亦不懂得廣東話 但是無礙中聯版的工作 這班人來到又將會做些什麼東西 消息人士說 中聯版的工作就不單止再局限在政治層面 將會投入更多的資源和人力 去探討怎樣改善香港的經濟和民生工作 即是說中聯版以後就不會只是 負責那些什麼建制派的 選舉工程 他還會染指到他經濟和民生範疇的工作 基本上就已經是變成了另一個 權力核心 以往都還說局限在政治範疇 現在連經濟民生範疇他都想管 可能會進一步削弱了特區政府的權力 另外派一些以往未來香港做事 又不懂得粵語的人過來 無非就是要使得這班人 要確切地執行上邊所指派的工作 所以由驚人直接治港的態勢 都越來越明顯 只不過他們口說就當然是說 繼續搞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然後就說 林鄭和 澳門行政長官賀一成 昨天就是以視像的形式述職 總書記習近平 對於港澳的 抗疫工作的表現 有不同的評價 總書記說 早前香港爆發第四波疫情的時候 對市民的安全和健康造成了較大的威脅 為市民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很多困擾 他就很關心和很擔憂 跟著他就說 林鄭在維護秩序 防控疫情 舒緩民困和恢復經濟 取得了 一定成效 不是一定成效 好了 當提及到澳門的時候又怎樣 總書記就說 澳門對於突如期內的疫情是快速反應 措施嚴厲 在較短時間之內控制到疫情 贏得了澳門市民和各方面的高度贊餘 而且澳門在防疫的同時也採取了有力的措施 恢復經濟 舒解民困 並且取得積極成效 促進澳門和恢 根本上林鄭就完全比下去了 別人就積極成效 林鄭又封區又封街又封樓 都只有一定成效 接下來香港人就糟糕了 他說只有一定成效 肯定會將封區封街封樓 變本加例做多一點 因為他認為這些東西是有成效 HK01之前也報過 他這些東西根本上是做給上邊看的 你真是死不死 接下來就快要過年了 你不要過年那幾天才來搞這些東西 年初一都去搞這些封街封樓 反正都是做給上邊看的 過年那幾天你就要挾一下 應該要 是不是 真是 這些東西其實 阿茂阿壽都知道 封區封街封樓 你可以防疫抗疫做到的效果嗎 檢測多少百人找到多少宗 全部都找笨 如果你認為找到那幾宗 值得勞民商裁搞那麼多事 你不如全港封十四天 好像 梁振英在Facebook那裏所說的建議 全港一起封 到時找到一百幾十有這些隱藏個案 是不奇怪的 你到時就說可以有很大的成效 又跟上邊說 一定找到的 因為這隻武肺 其實有些人是無病徵的 他自己惹了他都不知道 有些甚至乎是他惹完之後 他不病發 他不發燒 他自己康復 都不知道 那個人是 那你這些隱藏個案有什麼出奇 那你如果是要找這些隱藏個案 你認為值得去找的 你全民強檢吧 是不是 那你又不肯去做 因為你也知道 為這件事 所付出的社會成本實在是太大 所以你現在就變成分區分街分樓去做 但是這些是沒有效的 還有你值得浪費那麼多資源 去找這些隱藏個案出來 我自己認為就不值得了 因為這隻東西 來到今時今日這一刻為止 你再在這裡來奢望什麼清零 或者是完全 在香港剿滅了他 是沒有可能的 全世界範圍都不行 你看看人家日本的個案升了多少 韓國的個案又反彈了多少 但是人家的死亡率也跌了很多 特區政府經常口口聲聲說什麼清零清零 這些根本上是天荒夜譚的東西 現在唯一做到的就是把那個數字壓回去 你說完全清零 我自己看法就是 沒什麼可能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